FMQ1.5 自遊一聲 漁夫自遊行 很高興呢 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再會了 那麼呢 今天要講的主題呢 這件齁 要來講清楚了 講義謎 主題是要做義謎 為什麼要講義謎呢 因為齁 我們這個台南齁 這裡比較貼近 你 如果我們是在吉他的城市齁 你覺得太多義謎 像我以前在台北大三十幾年 我都沒聽過說什麼義謎 就是來到台南就很特殊 就是台南人要吃謎 都會去說義謎 這兩字齁 比如說台南剛才義謎以外 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 是說要做寡生謎 奇怪 什麼叫寡生謎 寡生謎要這麼來講 先來講義謎 我剛才來台南的時候 有一天來訪了一個高雄 在寡生窟 我就說這個義謎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高雄我說這個義謎 這個是寡生的一位高雄 阿姨說你講義謎不對 應該講隱謎 隱謎 隱謎就是什麼 依隱的隱 就是人字旁 就是隱 這個隱 這個隱謎 有這種聲音 叫做隱 隱就是人字旁的隱 那麽 我說是怎樣 他說 那這齁 要看看我寫的一篇文章 我有一篇文章齁 叫做隱面傳奇 南北大疆 那本齁 那裡面這樣 隱均祭典下一堆 夏娟齁 他跟我說 文章我叫給你 文章寄給你 這樣我要去騎車環島 他要混有疏海 他都早已做到騎車 現在要找人找不到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說 義謎就是隱謎嗎 我就開始 我說 我如果今年是這樣 我就好好的來研究一下 我就先給他文章看 什麼是隱謎 因為 這是 他說是 一個大關 古代時代的大關 叫做隱謎獸 銀餅獸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各位知道 我們有一個味道 叫做揚州炒飯 這個揚州炒飯 有一個故事 是不是說 這個揚州炒飯 有一個人說 要去申請 那個 世界專利就對了 他要叫做揚州炒飯 那是什麼人研究的 什麼人去申請的 是韓國人 韓國人說要去申請揚州炒飯 是他們韓國的 這個揚 那是他們韓國人發明的 他要申請世界專利 全世界都不可以合作揚州炒飯 剛才叫炒飯 你揚都不可以跟他一樣就對了 要跟你說這個銀餅獸 我有看過他的這個高雄 這個人 是一個司法家 誰的官員做到不會洗 反正 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你如果做一個更多的地方 說起來就很大了 不是 像我們現在的那個 那是 當年看人 你像我們這個 這個做總統越做越隨便 做到全八成看不去 做到身高趴也要落台 也是有 啊 啊 要講一下去啦 要吃麵啦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這樣說 他這個我問他說 是怎麼開始說銀麵 他說什麼 這是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樣 他說這個銀麵啦 是本來這個銀斧 在請人家 啊他這個銀斧 因為他做冬 所以裡面有一個 算他的 在幫他煮飯的總舖 啊 那個總舖呢 有一些 在 這個銀斧在請人家的時候 要做一段麵出來 啊 這個麵呢 啊 叫人趕快 哦 要端出去 讓人家吃 啊結果呢 要把 要端出去的那個人呢 不小心 在那個衣椒中 噴下去噴下去 噴下去那種的麵 灑到一地都是了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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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家齁 有到美食以後 到去義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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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頭的麵 趕快的 總齁 把那個麵 都看一看起來 噴 水清清的 洗洗的 用油 下去 轉 油炸 就在那裡煮 啊 那裡煮 欸 剛剛 大家 說起來齁 我剛才說轉 還說轉 其實這兩次是不一樣的字 轉 就是北京的裡面的炸 炸 炸什麼的炸 炸豬肉 哦 哦 炸 炸豬油 我們說炸豬油有沒有 我聽你在炸 哦 啊 那句 和這個 啊 漢子下這個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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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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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有信 我聽你這樣說 啊 啊另外一個版本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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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要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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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中國 我去中國我去福酒看 啊福酒有意味嗎 福酒有意味嗎 福酒有意味嗎 福酒也有意味啊 不過它的意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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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鎖面 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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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就是線鎖的鎖 啊 鎖鎖的鎖 神鎖的鎖 叫做鎖面 啊鎖面 鎖面 啊 啊 不過呢 鎖面 鎖面 他哪想更aggi 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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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們的 Centre是陰炎壽 鎖面 付 country 鎖面 中心 Оп 啊 這個人是一七百九年 乾隆五十四年 會近視 近視 做到很大 惠州之府啦 揚州之府啦 各位看到了 看到他的履歷說是揚州之府 所以他在做豬富的時候 就在那一種感覺在那些西枝而已 揚州之府 揚州炒飯出來 對不對 呵呵呵 他說他微觀青年 奇怪 微觀青年 其實不是發明那麼多借 還在微觀青年 然後呢 連鎮愛民 當然啦 這些 藝術齁 看人家的啦 你若過較久的 就 寫那個 寫自己比較好 你若過較低的 就當然去給別人寫嘛 所以 這 英國人齁 有一句話說 你喔 最好是在 活長一點 在下游 吊魚 啊 等著你的 你的敵人的屍體 從上游 飆流下來 呵呵呵 一句話這樣意思 那麼這個 啊 真是的 他說他文采 風流啊 所以呢 在那個時候呢 啊 在家慶年 嘉慶年間 清朝嘉慶年間 他就說他在家裡 在請客 這就寫得清楚了 說有一個 是姓鄧的 廚師 姓鄧的 鄧 鄧麗君的鄧 啊這個廚師在煮的時候 啊 鄉鳳很匆忙的 啊 總把那個 阿楞煮起來 啊 阿楞喔 本來是 他的阿楞本來是 就剛在 在打阿楞看 是要煮什麼煮什麼 結果喔 他煮不下去 他把阿楞煮起來 跟米條煮起來 沾在那個 那個油鍋中 齁 去那煮 啊煮煮的呢 把他煮起來 他煮起來 他煮不下去了 齁 本來是要 比如說本來要做湯麵 現在冰車的時候 要在炸麵 炸麵條 齁 啊就 就要煮出去 啊煮出去齁 齁 沒想到說 人家吃吃吃說 贊不絕口啊 啊 當然是贊不絕口啊 因為這個 疫苗的做法 究竟都差不多齁 因為我有清高過的 很多的 台南做 疫苗的 齁 那麼 其中有主義 對我來說 啊疫苗就很簡單嘛 就是高精高蛋白 齁 所以這個廚師呢 他 中到 他所做的這個 這個 啊 他中到 他現在在匆忙煎 齁 就中那個阿楞 南米 都把它煮下去煎 煮下去煎 齁 去下去煎 啊 老實說 這樣就是 疫苗的那個 基本就是要高精高麵粉 高精高蛋白 齁 齁 所以 齁 齁 剛剛我講到那個 那個副教授 他就說齁 齁 每一斤的 每一斤的這個 這個筋麵啊 也麵粉要配蛋白適量 跟適量的豬油 那麼這製造這個麵呢 把他 啊 用到差不多 均 他的筋度都差不多了 齁 再把它做成這個麵條 啊 煮麵的時候齁 這個火要很溫的 啊 水呢 要很滾 然後呢 把這個麵條呢 啊 把 下去裡面用一用 趕緊的 又把它撈起來 齁 啊 還用 比較 比較 比較冷的時候 齁 啊 這個又輸下去一斤 啊 這說起來也是這樣啦 齁 所以呢 啊 這個 這個 藝麵啊 啊 他們說在 這個 飲麵 飲麵 裡面有算 這個名叫做 麵中之王啊 齁 麵中的這個 啊 鳳爹就對了啦 非常好吃啦 啊 我們又說回來 這個 福州的公返齁 他就說啊 啊 因為這個麵啊 啊 這個 讀書喔 不小心 那些姓鄧的廚師啊 不小心 做著麵粉 跟雞蛋齁 啊 把他藍藍做酒 放下去 煮麵之後 齁 他說 哎 感覺這個 很好吃 啊 行 還好看 金黃色的 齁 金黃色的 他說 這樣好 啊 這麵齁 就併著我們營福齁 最重要的 算是說的 純粱啦 齁 啊 他就整天齁 總是把 整天整天的 衣服起來 砍 砍砍砍的 好 搭 啊 現在如果人家來 齁 可見這個 這個做館 那些青年 我們已經 整個月了 整天 整天 每天都 每天都有人 要去那裡 啊 要吃飯 要做三月 不然你 欸 做館 如果青年 吃飯就嚇嚇嘛 你知道嗎 齁 啊 比較有可能的啦 齁 每天要請人家 欸啊 你 公布 我都 呵呵呵 你做一個 豬婦 可以 身水 每天都請人 齁 啊 所以啊 啊 他說啦 有人來 找他 齁 啊 光盡了 沙拉 啊 滾水 沖沖的 什麼 煮煮的 我們就來用了 齁 啊 這叫做 淫浮麵 或者是 淫麵 啊 各位 剛剛有聽到我說 把那個麵 把他 把他 把他煎煎的 油炸嘛 齁 齁 齁 油炸了 熬 然後呢 晾乾 然後把他打開 還變金黃色 該怎麼在說什麼 各位 想看看 該怎麼在說 那個泡麵 對吧 齁 泡麵也是這樣 啊 所以這個 真心色 齁 啊 這個 講起來就有 一段 真 趣味的故事 我有一年啊 去到一個日本 橫濱 油炸 哈馬 我去到那個時候 資訊收集錯誤 我本來要去拉麵博物館 啊 結果齁 去到那個時候 啊 去到那個油炸 嘛 結果 落不到車頭 啊 落到來的時候 我太太早了 但是 那一段落到來 看到一個說 欸 Noodle Museum 他他 日記我看不到啦 齁 他的片甲名 什麼品甲名 看都沒有 啊 我就看說 欸 他什麼Noodle Museum 我想說 喔 啊 Noodle Museum 這家的拉麵就夠了 齁 不知道說 人家的拉麵 應該是 拉麵Museum 呵呵呵呵 拉麵Museum 跟Noodle Museum 不一樣 所以就在那陣 落車 啊 落車的時候 啊 我又特別去那 問一個 呃 他們那個 當地就是 有那種 讓你諮詢 旅行 諮詢的人 啊 你也知道 這日本人的英語 齁 實在是 呃 好得真好啦 齁 啊 啊 賣的齁 實在是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啦 啊 我又說Noodle Museum 拉麵拉麵 這樣齁 啊 我就不知道 要怎麼說一句啊 所以我就跟拉麵拉麵 Noodle Museum 啊 他一天拉麵 啊 又 又一天我在說Noodle 齁 他說啊 沒錯沒錯 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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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我走去啊 你也不知道 啊 走那 走那 怎麼看就說 欸 啊 這不是拉麵耶 這是泡麵耶 齁 一間叫做 Cup Cup 就是杯麵嘛 杯麵博物館 杯麵博物館 啊 這個杯麵博物館 我們知道齁 日本最最最名的這個泡麵 叫做日清 日清 日清泡麵 你要去日本齁 大家日清什麼都在做啦 啊 到底啊 有用那個什麼黑心油 沒有啦 有像我們這裡的這個 啊 一些廠商這樣做不良心的齁 去參加有的沒有的 我不知道啦 齁 但是啊 日本最最有名的拉麵 叫做日清 啊 這個日清上一做 我跟妳說 一個嘉義人 叫做五百虎 五百虎 啊 他啊 是在台南 這個 大漢的 在台南大漢 在嘉義出身 在台南大漢 他本地齁 是在做那個 那個香蕉的 就針織 然後 尖織 光 光學 跟那個精密工業 啊 啊 我們知道差不多是 一旦 順悟尼干啦 那時候這個 美国 盟軍 開始 轟炸台灣 那時候來 轟炸台灣 譬如說台南 就 那個 國家文學館 現在國家文學館 叫他 走到 水滑滑 走到 先坐立面而已 啊 不然 那個國家文學館 人家又 硬起起來 1945年 但是呢 1949年 就是國民黨來到台灣 啊 先硬起起來 剛才硬起好 又重建嘛 硬起好 硬起好 但是那個廚廳沒開 像是一個立面 啊 上面那個 曼梢爾市的廚廳沒開 啊 要死不死 就在水銷 那種 那個 那個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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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啊 來啊 就 本地是在做那個 台南周廳 啊 現在 空軍的這個 司令部的 後勤司令部 就來 撿起來 哦 撿起來 做他們的這個 辦公室 哦 啊 所以呢 啊 那個時候 就開始 這個 美軍開始在那裡風雜 啊風雜也 帶到 水滑滑的對不對 啊 要是不是去帶到 五百夫人 帶到的工廠 啊 帶到一個 他說 哇 啊 啊 就沒有工廠了 從哦 走去那個 台辦 啊 去做那個 擺貨 跟那個 食品 哦 啊 那個時候 剛好 你要知道說 1945年 就剛 啊 欸 他現在 走去到這個 日本 然後呢 1945年 就變成台灣 又叫 中國客戶了 啊 所以 他就 從老去日本 還沒回來台灣 啊 現在老去日本 日本都要 增敗 哦 啊 這個 五百夫呢 啊 我們知道那個時候 1945年 然後就是 日本哦 啊 增敗了 有 有些日本人要回去 啊 有的人 你要認同 日本的 你整個 就去 給日本名 啊 就是給日本名 你才改成 哦 改成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 這個 五百夫 總共去改名 規劃為日本 啊 他呢 改名叫做 安藤百夫 安藤 暗斗 安藤百夫 那麼 這個安藤百夫啊 啊 這個五百夫 變成安藤百夫 啊 剛好日本 增白 那日本增白 不就 很可能 如果沒人吃 啊 反正國家增白 過程 過了 啊 他就在想說 嘿 啊 現在要怎麼辦 啊 我們就沒有 大家沒有 沒人吃 哦 啊 要吃一碗拉麵 也沒有 一人吃 哦 啊 他就在想說 啊 那有可能 來做一款 拉麵 啊 這種拉麵哦 可以讓大家 都可以吃 百歲 又熟 結果 他去想到這個 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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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麵啦 就是我們台南 現在有那個 啊 我們在吃饮麵 還有一種的 比如說你吃 鍋燒 饮麵 啊 那就是 用炸的嘛 哦 用炸的 炸成一團一團的 圓形的 然後呢 饮麵在煮 煮煮的之後 再把饮麵放進去 放進去 煮 那麼 他在想這麵 那這麵就可以保持最久的 嘛 所以他總擔心處 哦 在這個 19500年開始 他一直在研究 研究哦 研究 我有去他的這個 餐廳那裡看到他 磨灵 他動車 他們家啦 啊 看他 這麼散 哦 啊 他也很簡單的啊 哦 就是一個鍋子 啊有油 然後再把麵呢 放進去炸 啊這樣 就變成 第一包 泡麵就出來了 好 啊這個 這安藤百福 我們就做出 第一包的這個泡麵 哦 啊這個人啊 總之啊 因為這個泡麵哦 這聲音 都好起來 哦 啊好起來哦 我去看他的那個 火棺裡面 哦 這個名字裡面 他都不想說 他是 他是這個 台灣人 還是台灣人 我這樣看不到就對了 啊他每一年啊 都會那個 那每一年 他要過十年的時候 他都會寫兩三次 啊譬如說 啊 這個什麼天天求進步啦 啊譬如說 祝大家什麼快樂啦 什麼 啊就寫兩句的這個 摩扁日 啊來這個 勉勵他所有的館工 啊那間拉麵博物館現在 不是拉麵博物館 杯麵博物館 現在在有說什麼 橫冰 啊 參觀的人很多 啊我那時候也是 特別去 啊他的哦 去得很漂亮 啊裡面哦 全世界所有的泡麵都在裡面啦 啊有台灣沒有 有 統一露灶麵啊 什麼的 啊 都有了 都在裡面 啊也有中國的 啊 啊中國的當然就是 那個康師傅 啊 鼎心食品 鼎心 鼎心 買醫送醫 啊 有什麼胃全 有沒有 買醫送醫 買一個送你去醫院 叫買醫送醫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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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還跟他講笑的哦 哈哈哈哈哈 好 那麼 啊 好啦 那這個 所謂的 淫甫義麵變成 啊 淫麵 再變成 所謂的 台南的義麵 然後再變成 日本的 杯麵 素食麵 泡麵 好 這個過程看起來就很曲折了嘛 哈 不過這曲折啊 這樣講起來哈 呃 如果說 我也沒有證明說 它是 沒有 沒有這回事啊 哈 但是呢 像看起來文獻是這樣子 好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 這個只是講到 台南的四種義麵的 其中一種而已 台南中間有四種 四種 還有一個呢 有一種有什麼義麵呢 啊 叫做 散投義麵 散頭的 散頭的這個話 哎 拜託我告訴你 哈 這個跟福州不一樣 哦 跟福州不一樣 散頭的這個 啊 呃 意麵呢 是散投人者 嘿 但是你說這是不一樣 啊 散頭的意麵 沒有 不然 撒下去煎啊 那麼我就 有一種呢 啊 去這個台南武一間 啊 意麵 啊 我那一天要去上課 啊 要跟哈姓上課 嘿 經過那個經濤 嘿 嘿 啊我就說 嘿 這個不會義麵 啊 而且上面寫散投 沙茶意麵 散頭我們知道 就是他的沙茶 啊 跟他的 這個 他的沙茶這兩名 尤其是在台南 哦 啊就在台南標榜是散投 就是第一行嘛 散投 第二 沙茶 第三 意麵 好 這樣吃看看 那吃吃 欸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他曾經說 啊 我就問他這個 啊 在煮 煮這個義麵 是一位 老闆人 我問他說 哎呀 這個 汕頭 為什麼你喝 強調汕頭 他說 啊 我們爸就為汕頭來啊 啊 啊 現在誰在做義麵 啊就我們哥哥在做義麵啊 哦 我才曾經說 哦 原來他的汕頭 沙茶 義麵 哦 這個 真正實在是由汕頭來 那麼目前你在台南哦 很多強調汕頭義麵 哦 啊 汕頭義麵跟剛剛我們講那個 銀斧的 銀麵或義麵 那是兩回事啦 這個有錢 一個是金黃色 一個是沒有的啊 這個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汕頭義麵呢 在現在目前 啊 啊 在這個 台南是 很多人 看到這個就知道說 哦 這是汕頭人 做 可是 那個邱教授 給他比文春來 他在說 啊 這個台南人 我不會說 也說不定了 哦 我為什麼說不定 他說 這個銀麵 那是銀斧麵 也堅持在銀斧的 哦 你沒辦法 啊 但是 他是 他說 他的口罩是這樣的 啊 我現在口罩是不一樣 真的是汕頭 跟那個銀斧的 哦 是兩回事 好 好 那麼 汕頭 意麵呢 也是屬於高精高蛋白 哦 都是一樣的 這一個 麵就要這樣做才會好吃 嘛 這個是 太知道嘛 哦 除非你 你說 你有比較厲害 比如說 南毒澱粉 哦 稍微 哦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哦 啊 第三種是啥 第三種 說起來就行不行了 叫做 福州 意麵 福州的意麵 啊 那我去到這個福州啊 我就特別問說 哎呀你們這邊有沒有這個意麵 啊 我們沒有什麼意麵啊 我們有一種叫鎖麵 鎖 神鎖的鎖 叫鎖麵 啊 我就說 我怎麼既然 福州有什麼鎖麵 你說鎖麵啊 大概類似你們台灣的意麵 哦 我快去吃一碗看看 吃一碗 吃起來 我跟你說 一碗就沒Q 哦 啊 不報這樣 不知道你吃三回這樣就對了 啊 不好吃 啊 不過這個 這個 這個 福州 為什麼福州跟汕頭 這蠻有趣的 為什麼這一些地方的 麵會傳到台灣來 這有一段 故事 要從這個 帝神宮開始講起 哦 說哇 他如果說到這麼遠 沒有 不對就是這麼遠啊 他說帝神宮那個時候啊 他現在來到 台灣也對 啊 請到的海進嘛 啊海進 那時候還沒海進 進行還沒海進 啊就是要讓你帝神宮 沒有經濟的這個 沒有辦法跟中國做生理 以後你自己在台灣鼓勵 啊 所以呢 他那時候 要來的時候就先 把一些那些潮散人 哦 啊 跟那個那個福州人 先搶搶搶的 哦 看要來沒有 哦 啊 中午就發生海進了 啊發生海進 你當然有很多 這個 這個 兩範哦 常常第一件 就是帝神宮的身 就切斷了 結果來呢 清條有來 但是我先跟你說 若是康熙皇帝 在私人 打贏帝神宮了 打贏 正式王朝了 哎 不好意思哦 清條是沒有在台灣哦 我跟你說 清條足夠 他就沒什麼在台灣 康熙 打贏了 他也沒在台灣 等那六七年了才開始哦 真的把他納入版圖 也就是說 他在生活 就是說 你就想說 你就打贏了 算了啦 這個地方也不必頂了 哦 你 我們這個台灣人很可憐 沒有人要頂藍 啊 換到李鴻章 李鴻章就說 哈哈 這個 台灣這個地方哦 鳥不宇 花不香 上面男 男無情女無義啦 烏龜不上岸啦 可憐了 從哥哥去 哦 所以我一件哦 去這個 中國的學問啊 早上去用那個按摩 腳底按摩 啊現在的祖父在那邊 拉腳拉拉拉拉拉拉拉 啊現在我們有電視看 啊那祖父父說 您是台灣來的 我說台灣來的啊 啊這個你們台灣 為什麼要獨立呢 不是不是哦 你不知道那時候 電視剛才在演 腳有戰爭的 啊你看你看 我看後面那一場 就是你們打敗 你們打敗把我們割讓 你還敢說我們為什麼要獨立 是你們不要我們的呢 你們搞清楚啊 好啦 清條人也不要抵你了 啊現在 啊現在 那腳有戰爭了 當然不是 哥哥哥哥嘛 啊哥哥哥是日本時代啊 啊那時候 比較深色 日本 來佔領台灣 1895年 到19 13 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跟台灣 敵了說 1995年 開始了 1910年 就差不多台灣的經濟的起飛啊 那時候我一碰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哇 歐洲人 修台就不會有了 他就比較有可能說 我還帶來 遠東做行李 所以那個日本人 他就很聰明 沒關係 他就 現在你們 不好意思 你們歐洲人 沒有來做行李 你們一定沒有來 嘛 所以我來 我自己 剛才我獨占 所以那個時候 日本有做幾個 這個 巡公司 譬如說 日清 氣船 會社 三下 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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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三下輪船公司的 輪船公司的意思 啊 用台灣 跟上海 作為 句點 啊他在那 開始在擴張 他的 這個 海上的霸權 所以那時候 的 山頭 跟 台灣的貿易 我跟你說 那個時候 是 非常發達 啊 你現在 給他 查資料 看 看 那個時候 好像 山頭 山頭 那日本人 就有 山井公司啊 山林公司啊 含 台灣 就山頭 跟 台灣 這山 含 一號船 二號船 九號船 平安丸 潮英倫 差不多有十幾隻 啊 那個時候 日本人做得 更好的時候 哇 碰到 那個 沒有 特色 跟沒有 衛生 還要錢的 請看 好啊 啊 啊 現在就 這個 日本的 劍白安 啊 就這個 國民黨政府 就來台灣 接受了 啊 那個時候 吼 有一個 叫做 羅卓英 的 國民黨的官僚 吼 啊 他吼 利用 跟 日本人 吼 就算說 中國 打贏 其實中國 中國沒有打贏 日本 是美國 打贏 日本 啊 中國是 代推 美國 吼 去 關 台灣 吼 我叫你 中國 尼 來 來 退化 館 可憐 吼 這台灣 真好可憐 沒有人要聽就對了 吼 這個 不怪人 那天 說 眾人 騎 眾人 眾人 欺負 就對了 吼 那個 國民黨 當然國民黨來 吼 吼 吼 那不是 來 不是來 接收 那個是 結收 搶劫 就結 吼 結收 吼 啊 接收 那時候 有一個叫做 羅卓英 吼 啊 這個吼 就把那個 日本人吼 吼 專家 吼 就把他沒收 差不多有三十代 三十代吼 三十代吼 三十代輪船吼 吼 就把他收起來 收起來做什麼呢 啊 做哦 他就 原來這個 山頭這山吼 就變成他在做 啊 所以那個行李部 做什麼 太運公司啦 華昌公司啦 曹英輪啦 新豐輪啦 美申輪啦 什麼平安丸啦 立身號啦 媽聖號啦 海風號 啊 還有 以前的這個 山頭的這個 八十代 跟日本人合資的 他都跟他唱唱來 譬如說 日華啦 日福啦 日立啦 安立丸啦 這些 狠狠地花了一筆大財 爽嗎 哦 這個 這娘 以後不是來 把台灣幫助 回歸祖國 是來把台灣搶劫的 哦 這可憐 所以呢 啊 我 差不多在說到那個 山頭 以後是說到那個 外媽 那個 那個做山頭的 那個 啊 那位 那位 這個 啊 女老闆 哦 他就說 啊 我就說 啊 你爸爸 跟你哥哥 啊 你爸爸 那是什麼時候來台灣 他說 1947 1947就是 1949年 之前的兩年 啊 那時候 山頭人 來出頭 剩二個人來台灣 因為那時候 台灣剩 日本人的土地嘛 啊 所以剩 兩個人 來 日本國 出頭 哦 啊 雖然 台北說話 什麼的都一樣 算頭不一樣 啊 啊 但是他來到這裡 哦 他就來這裡七頭 啊 七頭七頭 我一九四九年 哈哈 蛤蜊子這樣 哦 我就回去 啊 我就回去 就老在台灣 做 山頭 義面 是這樣來 啊 當然 所以同理可推 福州也是這樣 福州也是同車 有很多福州塞 來到台灣 做移民 啊 所以 我有一段 在這個 昏林的這個 塞蜊子 去吃了這個 福州的義面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義面 就是正常 那種車 從福州來的人 他告訴我們 怎麼做義面 所以叫做 福州義面 哦 啊 那個福州義面 奇怪了 我吃這個也是 沒有山頭義面 沒有那個 也沒有那個 營福面 那種的好吃 所以我們 現在已經講到了 哪三 就是三種義面 這個 營福的 營面 啊 他說 專音叫做義面 再來 山頭義面 啊 山頭義面就是 東車 燒台 所以很多 啊 東車有通商有什麼 啊 很多山頭人來到這個 啊 台灣 啊 尤其是台南 啊 是做的那個 海上貿易的基地集 所以 就在 這個地方 啊 就 產生 就很多 這個中埔 都在這裡做 所以叫做 山頭義面 那麼第三種 就是福州的義面 所以 中共 這樣一定說三種 哦 說三種 那麼福州義面 到後來是跑到哪裡去 哦 我先救半天 就知道說 圍館廟 啊 為什麼才圍館廟去呢 因為 我有一個 齁 去減水 啊 減水 那有一個 叫做 啊 什麼 阿董義面 什麼的 這類的 啊 我們知道 我們在 這個館廟 你們有去看 人家在拍的義面 齁 有拍幾粗 幾片的哦 幾片的 都在做義面 啊 我有一個 去看一間 義面 工廠 我都不可以說 啊 這 哎 這塞湖 這義面 這做法是怎麼說 啊 這就 啊 差不多是怎麼做 啊 聽他說 說的 原來 他是在說 啊 最早最早 啊 台南母 這種做法 就是義面 啊你說福州義面 跟 酸辣義面 有什麼不一樣 福州的義面 是比較寬啦 寬面條 就對了 寬面條 那 汕頭義面 是細面條 所以這個是兩種 不同的義面 啊 至於 營府的那個 油炸的那個 麵 那又不一樣了嘛 這三個行李 應該看得出來嘛 啊 所以呢 因為說 那個做 原來 他的前身 就是福州義面 就是說你現在去檢視這 啊 這就是 那就是 正港的 福州義面 所以在 呃 福州人 那些學家的 他們的 這個 考究裡面呢 他們說類似 義面的 稱之為 鎖面 稱之為鎖面 所以這是三種不一樣 啊 第四種是啥 大家有看 第四種是啥 第四種是最 我們臺灣做義面 啊 不是為福州 不是為汽頭啊 不是為什麽營府啊 什麽揚州炒飯來 啊 簡單說 有一間 我去看一個 骰府 啊我就說 欸 骰府啊 這是 那叫做義面 哦 那個骰府 斬釘 截鐵 跟我說一句 他說 做麵的時候要怎麼做 哦 要怎麼做 要出力嘛 對啊 要出力啦 啊出力 你不知道要出多少 我說 我怎麼知道 他說 對啊 啊 我這樣做麵的時候 就 咿 咿 咿 啊 這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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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叫做義面 哈哈哈哈 哎 喂 威夫 你是在說 說真的 說真的 真的啦 齁 真的 那麼 這種麵齁 這種義面 在 後來 我就 這個 這個 有一組 去 一間義面吃 我就問說 啊你這義面 奇怪 吃起來 不然先散陶義面 當然也不是幼稚的 啊 年輕的 還不是這個 這個 這種 這種 福州的 那種 寬度型的 啊 到底是 哪裡來的麵 不過我先要跟各位說 其實 從福州來的 的 米條的做法 不是只有那種 寬麵條的 我們也講過 有福州 撒瓜麵 也有細麵條 啊 大致上就是說 福州 都散陶 他們的 這個做麵的原理 是一樣的 我差不多一直在說 我現在就是 高 高精 高蛋白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呢 他就 那個時候 我在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 我的麵就是這樣做做做做 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說 他的麵也是高精高蛋白 啊 只不過呢 師傅在說 他的做法 算比較屬於 這個 出辣 要用意麵 這樣 我是 比較要上心 是怎麼比較要上心 嗯 他這個做法就是說 到最後 一定是這樣啦 因為 不管你是福州來 你是贏府的麵 你是散筒的麵 做麵的道理是相同的 好吃 一定是要經過這幾道的程序 所以 他 就會變成 是 這個 這個 跟我們的 這個 這個 所以到最後是用力 要出辣就對了啦 所以你看看 最簡單 譬如說 日本 我們知道 日本的這個拉麵 是從 中華麵 是中國人做麵 去到日本啦 所以 日本已經 變成中華麵 瘦吧 什麼 蕎麥麵 什麼麵 拉麵 到最後呢 日本就稱之為 拉麵 拉麵 但是他的做法 日本的這個拉麵做開始 比我們 台灣的這個拉麵 更好吃 還說一種 叫烏龍麵 大家知道嗎 戰旗烏龍麵 啊台灣的烏龍麵 當然沒有烏龍麵 還看沒有烏龍麵 但是我們的烏龍麵 怎麼有日本的好吃 當然沒有 沒有日本的好吃 為什麼也沒有日本的好吃 這款 人家有精進 有求進步 就好像我在福州吃到那個意麵 奇怪 怎麼吃到要害怕 但是日本 為什麼他的烏龍麵 好吃 那麼 為什麼日本的 這個烏龍麵 呢 比台灣比較好吃 我想說簡單 我有一雙 就在看這個 日本人做烏龍麵 吼 那真正 要出口 我看那個 西雲 有哪 他的 他在做麵 的地方 總之要有 冷氣 不然普通人 沒辦法做 吼 那 你不知道 他只擀麵 擀麵 就是他把那個麵 麵皮 把它擀平 這樣 只要這樣擀平 他要做幾個爪 一爪 又一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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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用 這樣 我說我怎麼這麼辛苦 做得很辛苦 都要穿冠 所以 日本人是很辛苦 日本人 知道說 這日本人 對飲食文化 他們知道說 我們所謂的 好 一個東西好吃 其實 很重要一點 就是要 色香味俱全 好 第一個 色 色就是說你外觀賣相要好 賣相要好 那日本人在這個 色香味俱全的這個 色這個部分 他不是只有研究 東西的賣相要好 他也知道說 表演很重要 就是 觀光工廠就對了 我們現在如果去 譬如說我們去花蓮 花蓮在吃那個什麼 麻糬 麻糬工廠 先給你看麻糬怎麼做 我們去金門 金門在做貢藤 古早人是做貢藤 我們家的事情 我們家的避充 所以不可以讓你看 現在人不是 我製作的過程 我就開放給你看 你看了以後 你就覺得會感動 好比說 這個 金門 做工刀的人也是這樣 工刀他現在 就 有一個地方在表演 讓你做工刀 讓你看那個砲彈工刀是怎麼來 當然 我在金門已經做很久 所以我都了解那個來情 我心想 我就 我的朋友就問他 哦 你的工刀 一個工刀是可以打幾個桌子 他就說 差不多打幾個桌子 打幾個桌子 我跟他爽算的說 開玩笑 你這裡 人家這麼多 大家買兩個 還不只這個數目嘛 對不對 那你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砲彈呢 他就沒有他也沒有他 說 我先問他說 哎 你猜那個砲彈 請問一下 那個砲彈裡面 未爆彈 如果猜一猜 砲彈他要怎麼樣 他說 哦 沒有怎麼樣 啊 你看我現在還在 啊 如果沒有 不在 那就是都爆彈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也是說 也是有道理 他但是 他現在買到新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新的那個砲彈 那是都表演的 居多啦 就是你講講 拿去 看他 怎麼樣把一個砲彈 然後 把他的這個 一小塊的鐵 拆下來 然後呢 下去 攻攻攻 這樣 在那邊 摸攻給你看 就對了 啊 他的 他的桌子不回來 啊 當然是從台灣來 哈哈哈哈 啊 他就不已經問 買一支桌子 回到台灣 哈哈哈哈 我就 還是說 為了 台灣的 為了外國進口 啊 就 砲彈是烏鋼嘛 哦 烏鋼 好 啊 現在再說回來 烏龍麵 我不是在這個 啊 在這個 台灣看到他表演 事實上 我去日本 也常常看到他們 這個 不管是烏龍麵哦 或者是其他的麵 他們都會把這一套 整個的表演 統統表演給你看 我們台灣就比較不一樣了 我們台灣的做麵 都沒辦法看 哦 到底有南山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不過 台南人哦 比較實在啦 哦 啊 我沒有 和 一位 哦 啊 他在 他為什麼要做意面 我就問他說 哎 你做意面的過程 還不可以公開 哦 當然 可以公開啊 哦 那沒有 南山也下 啊 拍這個 讓他看到 我說 我不怕 不來 我做給你看 哦 啊 你說 啊 你怎麼叫惡意 說 嗯 啊你又不來 我也做給你看 哦 所以呢 就是說 人的研究 研究沒有得到 啊 譬如 日本這個烏龍面也一樣 哦 呃 禮拜有一間哦 哎 店面我告訴大家大家聽 沒關係哦 因為店面比較特殊啦 他說什麼 土三寒六啦 什麼 這類 我就剛才去說 請問你在這裡什麼意思 他說 哦 這個是表示哦 冬天跟夏天用的水量不一樣 這會合這個名啦 哦 所以人家就是有進一步 下去研究 所以他的烏龍面也越來越好吃 啊 台南也是一樣啦 台南就是說 早期很多好少人 還是汕頭人 他們來這裡 教你做意面 啊 教完之後 慢慢我們台灣這裡就開始下去研究 啊我要怎麼把這個意面 做這樣QQQ 啊 讓大家這樣吃得到 這樣這樣 哇 很讚耶 這就不一樣了 一樣 另外一點也說 比如說牛肉麵也是一樣 牛肉麵這個東西 在我們台灣 是為什麼 從共産開始 那個 眷區開始 他也是在那裡做 做那裡的麵 當然 你牛肉麵當然 麵跟牛肉 一定要搭配得很好 麵跟牛肉搭不對哦 那個麵就不好吃了 啊 所以牛肉麵 在最 original就是在 四川跟沒有牛肉麵 沒有牛肉麵 在台灣發生了牛肉麵這件事情 所以 開始呢 這個 很多台灣人就跟這個外星人 慢慢這個 牛肉麵就變成台灣的這個牛肉麵 你說 我們以前台灣人是沒有吃牛肉的 外星人 四川人他們才有在吃牛肉 好 那就這樣子的這個牛肉麵 就變成是我們 這個 現在呢 台灣的 我們說 National Dish 國家料理 每一年 台北市都會去辦這個牛肉麵 結 好 啊這個牛肉麵啊 傳給到日本 我先說傳給到上海好了 連到我跑去上海去吃那個牛肉麵 好 不吃 好 上海不吃 好 那湯頭 不對啦 啊什麼湯頭不對 比較簡單 他們在上海人 不像我們台灣人 吃那個 上海人是吃 吃鹹啦 啊但是 他們要吃那個四川牛肉麵 他們吃的滋味 跟我們台灣的比起來 我們口味比較重 我們口味比較重 好 啊這是去到上海 所以我去到上海的時候去吃那個很牛的牛肉麵 很牛的牛肉麵 結果直接說 為什麼要吃到 差不多而已 結果呢 去到這個 日本 有一艘 去日本的時候 真的 很訝異 很訝異 日本人 我是 那艘是去那個 松山機場 跟日本那個 那個什麼機場 羽田 羽田機場 去到那 欸 日本人沒牛肉麵 日本人開始沒牛肉麵喔 啊 我總覺得莫同的說 哇 日本人如果沒牛肉麵 我們趕緊去吃看看 又吃這個 日本人沒牛肉麵 買起來 跟什麼那個 這要怎麼形容呢 讓他裡面淋一堆啦 啊牛肉有沒有 有 也有 但是他淋起來 淋一堆喔 一時 有感覺有時候 變雜菜麵 這樣啦 啊好不好吃 我感覺他現在想 日本人做牛肉麵喔 我感覺他的滋味 不對啦 不對 只是說 他們又沒有 沒有用 不過 anyway 那他日本人的這個精神啊 我們知道就是 日本一定是 殘年世界美食之都 第七年啊 第七年啊 所以呢 他如果真的要跟你做牛肉麵 他會越做越好吃 哦 他會開始去研究我們這個 啊 台灣的湯頭是怎樣 我們是怎樣用 所以就開始慢慢 哦 不用研究出來跟你一樣 哦 啊 所以說起來 好 所有的麵條的發展 哦 不一定要說 呃 人家 那我從你那邊來 譬如中華 中華拉麵 中國人做麵傳到日本 日本變成日本拉麵 就變成他的特色了嘛 哦 那台灣也是一樣 台南也是一樣 我們最初可能從 不管你是從營府拉麵來 從傘頭拉麵來 從福州 不是 福州意面來 或是從傘頭意面來 或是從這個營府的意面來 只要來到我們這裡 創造出我們台南意面 這樣四個字 我們就可以把它說 這個意面就是台南的特色 跟你 從哪裡來已經沒有關係了 啊 不用每次都趕快去中國 我已經創造出我自己獨特的品牌 再舉一個例 比如 紹興酒 紹興酒當然是從中國紹興來 可是你在埔里製作 那埔里有他埔里的水 啊有埔里的各種條件 啊你說福州有沒有紹興酒 也有啊 但是人家叫紹興酒嘛 他不叫紹興酒 他就叫他們自己的名稱 那紹興酒這個品牌又吃不吃了 各位你們啊 日本的清酒 放個一二十年 從病上 從病治的紹興酒 啊其實製作的過程是很一樣啦 啊日本的這個 這個 清酒的工具 總會變熟 變熟 變熟跟燒興酒一樣的熟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他們家 他們家 跟他們爸 不然要唱一二十年了 唱那個 門前腳是怎樣 就走出來 開開 大家看一條 怕死人 啊清酒怎麼會變最熟啦 沒有人敢喝 他們爸 啊齁 八十幾歲了 笑著笑著 別喝 你們都別喝 你們別喝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大家就聽說 喔 人家八十幾歲就敢喝啊 吼 還會有很多胖在講的 當然大家便便會喝啊 就是喝喔 喔 原來 這應該先吃燒興酒 所以 為什麼日本人來到台灣 會要喝這個燒興酒 喔 跟他家鄉的酒味很一樣 呵呵呵呵呵 所以是這樣來 一樣的 我們對我們所有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看 我去玻璃 我問一下 啊你玻璃的 紹興酒 啊你已經做得比中國好 啊中國 老實講 紹興酒 也不是他們主要的酒 他們是沙拉在做菜 吼 啊算了 你如果去到那個 福州 福州人家 這些這種 黃酒是沙拉做 做菜比較多 做菜比較多 比如說 要做紅 紅酒啦 做什麼 這個 紅酒啦 這類都是用他們的酒 那我們已經發展出 我們自己台灣的燒興酒 那我們就可以 大聲地講 那我這個叫做普里酒 普里嘛 普里酒 好 我請問你 你若是中國人來 啊來參加我們台灣 啊參加參加來發言說 喔這普里酒怎麼喝起來 還是那麼像中國的女兒紅啊 啊 你說這是我們台灣 只有我們台灣普里才有的酒 哎 不好意思喔 紹興酒 就像普里那邊那邊比較好喝而已 其他的地方 我講有 你沒聽過那個什麼台南的那個紹興酒 台南跟我們紹興酒 當然沒有 台南有閃華的啤酒啦 所以 你一定要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特色 千萬不要去學 去為了要討好一下中國觀光客 忘了你自己是誰 忘了你是誰 那這一點也不能用欺騙的方式 啊 譬如說這件這個 啊 像這個做油的 啊 都做嫁的 啊 每個人都要用嫁的 啊 你看 在我們這個 在這個台南 閃華的胡麻油 哎 這也是一流的嘛 啊 啊 人家告訴你 胡麻油 肉油 啊 滴油 現在大家都要吃滴油啊 呵呵呵 所以 保持自己的特色 哦 要有信心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做 不管你是做文化創意 不管你是做飲食文化 不管你是做美食 這點 保持自己的信心 有自己台灣本土的地域 這才是重點啦 好 謝謝各位收聽 啊 這是 主持社FM9.5 漁夫主遊行 漁夫今天在公眾 和各位的分享到 對 意面的講法 非常感謝大家 我是漁夫 再會 拜拜 小鈴鐵 小鈴鐵 小 ch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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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